你要么有经历这些思想 你怎么晓得 你不起心不懂念 你怎么知道 你不分别不知足路 一定要经历 烈死烈心 到什么时候开始 鉴心之后 没有鉴心之前 你不能修这个法门 你修这个法门的时候 你心被进阶转 你自己做不了主宰 一定要明心鉴心 真看破方向了 不会被外面经济转了 才来修这个法门 这个法门叫 最后的考试 你是真的还是假的 尽忠简单 总共只有五经一论 分量都不大 五经一论 经文的时候 核定起来 小小本一次 尽忠的点击 全部在其中了 如果觉得五经一论太多了 行 这六样东西里头 你只要用一样 你就是扭 真的 一经通 一切经通 它要不通 那是学怎么学法 学不出 学不起来了 一样通了 样样都通了 这一切是多 多就是一 一步无量寿静 是一 一切经是多 一切一切 一切解一 相融相极 为什么 这一步经 是世尊从自性里头流露出来的 一切经也是自性里流露出来的 那怎么会不通呢 再告诉诸位 不同的宗教 你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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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旧约 是不是自性流露出来的 古兰经 是不是自性流露出来的 没有一法 离开自性啊 那你要是这一经通了 所有宗教今天通不通 通了 全通了 再把范围扩大 天上人间 下面到三土 没有一样不通啊 全通了 不理自性啊 大臣经里面 佛说了这么两句话 心外无法 法外无心 那法是一切法 所心 所生 心是一个心 能生 能心 所以一切法 就是自性了 自性哪有不容的道理呢 自性哪有不通的道理呢 所以我们团结宗教 你说有没有必要 叫他们改信佛教 有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啊 要教他什么 要教他看破方向 他那个经就通了 宗教里面都讲有个真神了 创造宇宙的真神了 你什么时候能见到这个真神呢 你看破方向就见到了 现在他们讲真神 真神没有形象 真神 真神变发界 变虚空界 无时不在 无处不在 他讲这个 无时不在 无处不在 没错 你见到没有啊 放下就见到 为什么 见不到呢 因为你没放下 你没看破 你没放下 看破放下 就见到了 宗教里面讲的真神 唯一的真神 佛法里面讲的自信 是一桩事情啊 所以一节是多 多节是一 不但宗教如此 世间所有的学派 哪个不如是呢 也许人有人问 宗教学派里头 有邪有阵啊 对 邪正都不理自信 什么是正法呢 与自信相应的是正法 与自信相背的是邪法 如果我们更进一步来说 觉悟的 是正法 迷惑的 就是邪法 法 有没有邪正 没有 邪正从哪法 邪的聪明物啊 你也是物了啊 邪法也是正法 你了呢 你了正法也是邪法 华严经也是邪法 这个道理要懂啊 为什么说法法都是正法 新鲜的吗 新鲜是变吗 不立自信吗 立自信 没有一法可得 那我们要问 如果真正觉悟了 妖魔鬼怪也是正法吗 是 出身悟鬼 地狱 都是 终身造一夜 躲在地狱去了 地狱是正法 为什么呢 他在那里削业障 业障 消尽了就能成佛 那业障 不消掉怎么行呢 地狱跟天堂平等的 没差别 地狱里头 消罪业 这个罪障 天堂里面 消佛报 你修得消佛吗 那也得要把它消掉 天堂就想佛 一个道理啊 你就再不会有分别了 再不会有执着了 所以佛教给我们 真正教弟子的时候 善悟 也都不能造 佛教弟子修 敬业 敬业是什么呢 善悟两边都放下 你要放不下 放不下 你出不了六道 不是求受罪 就去享福 你把你所造的 一定有个地方去消 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 出六道轮回 得修敬业 敬业是什么呢 断卧修宣 是敬业 造作卧业 不着相 也是敬业 无论你是善是卧 只要你 没有妄想分别 职者 就是敬业 你信不信 你要不信 你看看 华严谨幕后 五十三餐 圣热婆罗门的 愚痴 甘露火亡的 沙夜 善夜 那敬业 你们专干 贪嗔痴的 谁呀 菩萨了 善财 同志去参访 善财去参访 明白了 觉悟了 把自己境界提升了 在这个境界里头 练心 练什么心 不分别 不分别 不知足 不起心 不动念 你要没有经历这些思想 你怎么晓得 你不起心 不动念 你怎么知道 你不分别 不知足了 一定要经历 一定要经历 烈丝 练心 到什么时候开始 建心之后 没有建心之前 你不能修这个法门 你修这个法门的时候 你心被境界转 你自己做不了主宰 一定要明心 坚信 真看破方向了 不会被外面境界转了 才来修这个法门 这个法门叫 最后的考试 你是真的 还是强调 这个考试 通过了 你成就了 善才给我们表演的 一生 成就 无上正等正就 也就是说 这无十三大类的境界 摆在面前 不但没有分别指责 连起心动念都没有 这真的不是假的 阿 尼 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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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 陀佛 阿尼 陀佛 阿尼 陀佛